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德高山门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回复求证者们的体问 农历正月22 第22道答案 佛陀的三十二相眉间白毫 不是哪一个都能看得全 看得到的 不具因缘的人 或对佛菩萨打妄语的人 对佛陀不真诚说假话的人 知识极慎的人 破仲介的人 心地不善的人 妖人邪魅亡两 不是真心学佛修行的人 一切无缘 不具真仰福报的人 都是看不到佛陀的三十二相中的某种相的 实际已经证明 去年十二月份 上百人看到了南摩第三世多结枪佛的佛陀真容相貌 面如极品红珊瑚 有人见到如太阳放光 照得眼睛都睁不开 有人却看到内涵润丽红透至极 而枪佛两枚间的白蚝 有人见到只有一根 有人看到非常之多 无法数清 有人看到盘如珍珠 有人见到只如绿剑放射放光 亦变长短 放出不同锐光 在同时 同常有人没有看到白蚝 有人看到平尺相 有人没有看到 却清楚看到了枪佛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大悲之相 但只有七十多人看到了三十二相 有二十多人同常同时没有看到 其实佛之三十二相并不是固定的 在各解释版本中都不太相同 只有顶上肉绩 眉间白蚝 平尺相 胸有万字 都是较为定数的 而其他各项很是难以解释定相 个人有个人的认知看法 尤其是佛陀是随类映画因缘而度身 在天上和人间 在出身道等不同因缘场合 各所显之相不同 中阿含经等有提到 可上网在百科全书里就有解说 因此枪佛献极品红珊瑚像 如太阳放光 眉间白蚝亦变长短多少等 而同场同时的人 由于因缘不同 所见不一 所以说佛陀三十二相 并非固定之相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的门直笔回答提问 2018年3月9日